你卡定你的方向是正確嗎?可以吼? 好,有卡住吼,好,來 是不是?我感覺貼的那個板子看起來都很脆弱的感覺吼 但希望它呢,聽得起我們這個水流的衝擊 好,現在已經開始,喔,漂亮啦,朋友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目前我們等它,等它的水來 水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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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多一點點水,你這樣可以嗎? 沒有,沒有,可以嗎? 可以嗎? 好,水再高,水再高,讓它拼命跑 來,我們再消水,看起來一塊一塊,拿去碗一樣 一塊一碗,小水碗,趕快跑,跑跑跑,跑跑 可以,這個水位可以了,這個水位可以了 好,水再降一點點,請水再降一點點喔 水降一點點,水降一點點,然後我們看看這個落差 好,好,現在我們看到它的這個,還要再降嗎? 好,這樣就可以了,水位就這個位置 來,我們來看一下,目前沒有加負載的時候呢,電壓是8.7 8.7喔 好,對,來,我們來看一下,加負載之後 加負載之後呢,它的電壓是3.4 電壓3.4,它的電流是1.0,0.93 1.0好了,1.0,對,1.0 對,水會再降一點點喔,來 好,我們現在看到它的這個電壓,電壓 好,我們先看到它現在,我們看到它現在穩定的是在3.8 好,電壓3.8,我們再等下,電壓3.8,它的電流是1.0, 電流1.0,好,水加大一點,好,水加大一點,水加大一點喔,現在我們糖長已經親自下命命了,來 水加一點,水加一點,水加一點喔,然後呢,水加上來一點點喔,水再上一點點,水再上一點點,水再上一點點 要船嗎 要船嗎 要船ик 要船 好,我現在嚴重的懷疑,常常科 compar是大安高工農業,Bto 大安高工農業上,你為什麼這樣,或者學生 好,我跟你說喔,現在呢 我們FINAL的FINAL 就是它的電壓3.8 它的電流1.1 在第二段的時候 第二段它到2.7 然後那個電流1.3 1.37 再加一段它的電壓是1.9 它的電流是1.50 學生要求再加它就掉到電壓1.6 它的電流是1.53 你的水車的負載是固定 所以你在怎麼加總負載是一樣 電壓電流會變化而已 所以你第一次的3.4到1是3 你在怎麼加也不會超過3 所以你差不多一樣 所以你的負載是固定的 所以那個是沒有差別的 所以你加負載沒差 但是只是你這個位置調整的時候 你排水有沒有排得很好 也會影響到房子的發電量 我這邊一個建議 然後我覺得是很好提供 這個機組原先看起來其實 發電量應該不大 但是實測的結果 發電量可能到目前為止 但是很滿意的一組 那我覺得它最大的部分 除了發電機的選用以外 最大的部分是什麼 它的一個增速的比例 因為大家選了一個發電機 它的額應轉速可能都是幾千轉 才能夠達到它的一個效率 可是這一組的那個齒輪比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是大對小 然後小的呢 又跟大的串在一起 大再對小 我剛剛算了一下 它的一個增速比大概是36倍左右 我們做的機組的部分 大三組或者是高中組 這邊測試的部分的話 可能帶動的配率可能都是10倍以下 那這個發電機有一個特性 你轉速因為高的時候 它電壓值電流值才會出來 那工藝才會出來 那我想各個大專組 或者是高中組 以後的那個增速比的部分 可以去加以考慮 這樣有聽懂嗎 有齁 太好了 好 好那我們就謝謝這個